28年前的选美嘉丽 今天上海摊的商场女强人 她叫潘淑珍 靠着家用品一年营业额台币15亿元 开party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说 这是你的杯子还是我的杯子 这个介绍起商品就精力十足的人 叫做潘淑珍 是上海知名的连锁家居用品店老板 但其实她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选美小姐 1983年当时选美在台湾还不是很风行 潘淑珍就在朋友的鼓励下 参加梅花仙子选美比赛 一举拿下季军宝座 有人找她进演艺圈 但她一点兴趣也没有 我参赛最主要目的是帮台湾的高山茶 去做茶艺表演 所以也没有想说 要往他们所讲的演艺圈啊 或者是去发展 1993年跟老公前进大陆 原本只是家庭主妇的她 因为喜欢逛家具行 进而兴起了自己开店的念头 于是这位昔日的选美小姐 为了寻找货源 开始了上山下海的生活 刚来的那个时候的 跑道的转换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确实到玻璃厂啊 不出钢厂 你要到深山去 你要到摇乳厂 那两三年啊 确实那个过程是 完全是天壤之别 主打精品概念 最初六瓶的小店 竟创下20天900万台币的业绩 现在全大陆拥有425家分店 年营业额15亿台币 卸下选美小姐光环 潘淑珍证明自己除了美貌 也拥有生意头脑 专心我们一下陆耀东上海采访不到